HELLO 大家好 請 那麼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隨便聊 隨便打火玩節啦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來先打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正傳奇關卡啦 好不好 來打一下 多樣性都市裡面的這個沙鐵海濱公園 那上次基本上好像就是 打到這一關嘛 然後被這個海豹弄到一個稀巴爛的 真的是非常恐怖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再挑戰一次這個三星關卡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關的話感覺就真的 比較偏麻煩一點點啦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喔 隊伍羅斯這隊的話 我們就開個MAX跟巨禁好了 我們直接強強出擊 好不好 不然再被這個海濱公園弄死真的是有點尷尬 然後我這邊全程我要開一下 不是 白癡 為什麼用這個任務 差點完蛋耶 差點完蛋了 因為那隊伍要幹嘛 那隊伍完全沒辦法打耶 那這關卡的話基本上就是你如果一直 一直什麼啊 你一直就是沒有把一些東西給打死的話呢 那個紅色海馬跟我們這邊的鋼鐵的那個誰啊 鋼鐵的這個海豹啊 是會一直出來一直出來的 所以大家這邊的話 要特別小心一點點喔 那我是覺得整個關卡來說的話 真的沒那麼簡單好不好 我們只能就是先努力了 然後一切都要吃這個會心一擊的這個東東好不好 那真的是頂麻煩啦 尤其是那個海豹啦 那個海豹說真的 最麻煩的是扛不住啊 欸 我們之前是用那個誰啊 時空女神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哇 這次沒有帶耶 好 沒事沒事 算了 不是啊 怎麼會這樣啊 怎麼好像有點有點 有點打比較慢一點點啊 完蛋了完蛋了 先來個風准音 然後來個這個 快快快快 一定要緩速一下喔 不緩速不行 老哥 拜託了 七歲歲 看一看 哇 第一發直接沒有一個會心一擊 那這個後面很難中了 我的天 對 這個後面很難中了 哇 完了 欸 我覺得應該要再帶多一點那個 那個緩的耶 對啊 你看現在我們這個 都打不到 都緩不到這個海豹了 我的天啊 加油啊 肉骨獸們 你們可以 等一下 哇 拜託啊 七歲歲 咦 怎麼今天跟平常不太一樣呢 完了完了完了 現在這一次 喔唷唷唷唷 這一次感覺都是在靠肉骨獸 拜託拜託 先不要再 哇 哇 這一次好像完全都沒有那個耶 完了完了完了 下一隻來了 好像完全都沒有會心一擊到這個海豹 完了 七歲歲啊 七歲歲啊 怎麼會啊 怎麼會這樣 喔 拜託 靠一下准哥哥了 准哥哥 拜託了 拜託了 哇 准哥哥 欸 他們兩隻今天怎麼啦 喔 有一個 喔 有有有有有有 准哥哥 准哥哥 今天不錯 有有有有有 准哥哥 拜託了 拜託你了 兩隻 兩隻 有有有有有 喔 我的天啊 有夠緊張 有夠刺激 我都真的是剛可以海豹真的是有夠恐怖的 真是恐怖好不好 真是恐怖的 Nice 然後這樣我們就是慢慢把這個 火紅海馬給打死就沒問題了 喔 哇 好險 今天算是靠這個准哥守住了 好不好 今天是准哥幫忙 那個海豹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超級無敵恐怖 而且他真的是打一點咬一點 然後因為他移動速很快 他很容易就走到這個 毒蜂地帶了 超麻煩 第二隻七歲歲 然後我還是不能掉以猩猩喔 因為後面的話呢 我們那個誰啊 我們的猩猩他們才剛來喔 其實他們來查剛來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那個 不死敵人要入侵了 你知道嗎 入侵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們可能會被搞一波 大~~的 對 我們上次就是這樣 然後被推現了 大家記得嗎 因為我們帶的那個 進化部隊太少了 然後被推到塔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根本沒辦法 沒辦法扛住這個 不死人 不是 鋼鐵海豹了 你知道嗎 尤其這是星星啦 我來預測一下 哇 沒有 哇 欸 可以欸 他應該是剛好要鑽地板的時候被我弄到了 太好了 拜託啊 七歲歲 嘿嘿嘿嘿 呵呵呵 救你的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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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魔友問題 沙鐵海冰公園 讚啦 好恐怖喔 真的好恐怖喔 剛已經關卡好恐怖 再來是油膩膩的彩虹 這關的話 我們用這個應該就ok了 而且我們是有帶上就是 那個錢包聯組的 應該是沒啥太大問題 好 那這邊一樣先把這個 大關牆牆出出去 然後讓他們鑽地板了 然後這個第一隻這個先出 先殺爆這個鴨鴨 沒錯 齊爾大哥 哇 好像太快了 對 好像有點太快了 All nice 埃迪斯 幫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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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完了 哇 我們這關當初帶的時候 是完全沒帶任何一隻肉骨獸的耶 哇 但我覺得這邊感覺應該可以再帶個 一掌拍石熊什麼怎麼樣 沒關係 繼續走起 我覺得EK可能也是要把那個 把那個加速關掉了喔 不能在那邊投鐵 想一下喔 感覺一開始還是可以先出大隻的出來耶 想一下 好啦 先出這個好了 好像比較靠譜一點點 哇 這個鴨子要咬爛我啦 那好像是碰塔之後才會出大隻的啦 所以我們剛剛那算是 自己套一套碰塔的問題 欸 埃迪斯 欸 埃迪斯來一下 剛剛應該是我們自己太早碰塔的關係 啊 壓壓壓 壓壓不要 哇 哇 哇... 哇啊啊啊啊阿 ㄩㄅㄟ 看來要派那個一掌拍石熊熊了喔 我的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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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一掌拍石熊熊該登場了 那這邊的話呢 有七歲碎跟那個 看一下喔 一掌拍石熊熊 忘記他是稀有還是eX了 因為稀有沒問題 這邊把誰換下去啊 好像都很難換欸 唉唷唄 准哥好了 把准哥換下去 一掌拍子熊 因為我覺得這關的話 好像那個不死生物稍微比較多一點點喔 這個章節真的滿可怕的欸 就是各種鋼鐵點混阿 要了個咻 然後我們這邊應該就可以等他端出來 給個一掌拍子熊熊 機會! Nice! 就是這樣 怎麼還可以損點錢啊 拍啥 拍不死 反正他被打死 要先來一個黑地獅 哇 打不死 拍不死喔 各位 牛蛙蛙 牛蛙蛙 拍死拍死 Oh nice Oh nice 喔唷 不愧是一掌拍死熊熊 完全沒問題 老哥 讚啦 哇 被弄到了 感覺都還是要那個欸 慢慢出欸 我覺得下一次真的鐵定儀要先出那個 要出那個白無垢 好 牛蒂絲 唉唷 沒有人去協助黑蒂絲了 被這氣的大概擋住了 完了 加油 盾牌趕快往前 不能讓他孤軍灌炸啊 那我覺得這邊的話 照理來說應該要先疊 絕對要先疊那個白無垢的喔 先疊白無垢然後再疊七歲歲 哎唷 哎唷喂 我的天啊 我後面好像沒有再出那個不死的那個鴨子 就還行 沒問題 不死鴨子沒出了 這是不幸中的大幸的各位 我來把這個雞耳弄死各位 這雞耳憑什麼 可以弄那麼爽 完了我們黑蒂絲沒了 黑蒂絲沒的話我覺得我應該要先 我要先存錢喔 喔他這邊的話這關好像還行喔 就是 他基本上是那個 打到一定時間的話基本上他就不會再出 任何的這些 還是會出 但出的比較少了啦 你們有發現嗎 出的真的比較少了 那我現在是想要等那個黑蒂絲出來了 因為我覺得黑蒂絲的話好像 稍微比較那個 要能扛一點點 出一隻粗號機 然後待會如果出現就是那個 燕子就是什麼 燕子的話不死燕子的話 就不會這麼麻煩 不是這麼強敵好不好 好 下一隻是我們的 4425 拜託了 啊 來弄死 可以可以可以 往前往前進 黑蒂絲來了各位 我們下一隻可以出那個誰了 可以出我們的那個 七歲歲了喔 然後我覺得我這邊的話我應該要先把這隻 欸 被弄到了 想要先把這個企鵝大哥先 先挖出來啊 欸 挖 不用挖了 浪費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再存貓炮喔 因為我覺得這個貓炮待會的話應該 有一些比較麻煩的要先把他給弄死 OK 然後現在就是 4050存一隻 會心一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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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問題啦 好來啦 嘿嘿嘿 沒問題 然後加一些我們這邊的這個 不死一掌拍死熊熊喔 弄死 來死 來了來了來了 準備準備了 這關也是很恐怖喔 但我覺得還是沒有那個喔 沒有鋼鐵海豹那關恐怖喔 鋼鐵海豹那關真的是 不知道幹嘛 超恐怖 哇靠 欸 那個燕子嗎 直接 直接把七歲就撞到一個 時間存活都出來了 完了完了完了 跟他拐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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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現在是不是 打不到這個指定盒嗎 喔 NICE 打到了 可以啦 七十歲 優秀優秀的 可以可以 而且我們第二隻的白無果出來了喔 就代表這關應該是穩妥了 NICE NICE 有啦今天還行 好不好 但我只能說阿那個 鋼鐵海豹阿 真的是 不愧是 到現在還是這個鋼鐵之中 一生之敵阿 完了 要不要麻煩就是 我這道隊伍除了那個 七歲歲以外 沒有辦法是可以灰心 太錯了 沒事 我們現在就 優先慢慢等一下 慢慢等一下這個 哇 怎麼還有你 鴨子還有欸 我的天阿 媽耶 可是那個鴨子其實說真的他的那個 血量續戰力就比較低一點 OK 我們這邊的話應該就是 再出一隻黑蒂絲吧 哇 再出一隻黑蒂絲吧 那我們現在應該是 應該是有錢可以那個 有可以再叫那個七歲歲出來 完美 兩隻黑蒂絲也比較偏舒服 好 那邊快要到4000多了 剛好我們這個七歲歲也要復活了 這樣就完美無缺啦 來囉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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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七歲歲 拜託了 來一個 瘋狂亂砍 NICE 這個漂亮欸 看起來就很美 好不好 完美無缺 但感覺這關好像是那個欸 就是你擊殺的這個敵人 因為他們是蹦出的敵人最多啊 小心喔後面有那個鴨子喔 但好險鴨子這邊的話 一掌拍死熊熊是可以直接一掌拍死的 完全沒問題阿各位 然後紫電河馬現在都被我們料理掉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沒問題了喔 開個加速先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打的就是我們鋼鐵敵人很多的章節 你們覺得這個章節有沒有很恐怖呢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你們覺得目前來說 你們最怕的鋼鐵敵人是誰 哲平真的一樣是怕那個 鋼鐵海豹喔 那這真的是 莫名其妙很夠恐怖喔 好不好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對於我們這邊的鋼鐵敵人 最害怕的是哪一個角色囉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就請到大家 拜託囉 好